今天主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医界有名望的大家对于癌症的一些看法 因为现如今可以说癌症已不是什么稀有的病症了 每天在临床上也常会见到一些癌症病人经过开刀或者是化疗之后又带来的并发症问题 尤其是身体上的疼痛 一些人根本就承受不了 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痛心 所以说今天就想分享一些观念给大家 一旦被检查出了是有癌症了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家所能选择的一般就只有这两种基本的方案 一个是你去找西医看 一个是你选择中医 那如果你是选择找西医 开刀化疗结果会怎么样 看似是直接了当的把病道切除掉 里面没有肿瘤的 但实际确实 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在术后四年再次复发 复发的几率达到了80%甚至90%以上 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调查反馈 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为什么会复发 用中医的理论解释就是说 从深层次的剖析 身体长肿瘤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存在 那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就像是一根木头上长了蘑菇 如果你想让木头不再长蘑菇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是把蘑菇摘掉吗 很显然不是 你把它摘掉看似简单有效 但适合蘑菇生长的这个环境还在 所以很快木头又会长出更多的蘑菇 你永远也摘不完 那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方法 道理也是一样相通的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你把蘑菇拿到太阳下暴晒 或者把它扔到沙漠里 先把它的环境改变掉 那自然蘑菇就无法生存 所以说中医界明老中医林杰先生就认为 肿瘤相当于房间里的垃圾桶 就是身体为了保持整洁而设置的 那你说如果垃圾桶买了 生发出了不好的气体 或是长霉菌了 那我们是把垃圾桶直接扔了 还是及时的去清理这些垃圾呢 那你把垃圾桶扔了 身体每天代谢出来的毒素 或是垃圾又该存在哪里呢 自然是到处涨 因此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旦你选择手术切除了 像是乳癌 切除掉了 到最后又转移成肺癌 或是肝癌的原因 有些人是大肠癌 切除之后 四年又转移到肝癌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原因 那面对癌症 念下老师也认为是 这些肿瘤其实就是代表身体 阴食的表现 阴和阳是刚好相反的 我们正常的一个人是需要阳气的 阳气越多越好 而不是阴越多越好 因为你一旦阴积多了 尤其是含水累积 再加上你吃过多的营养 这样相当于就是在喂食这些癌细胞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生存环境 因此说调理癌症 念下老师认为主要应该从两方面着手 一个是去含水 另外一个是断营养 那具体的调理方法就是你要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 根据你实际的症状表现 辩证失智就可以了 那调理到什么时候才算好 有四个基本的标准 第一是手脚温热 第二每天都有大便 第三睡眠好 第四有口渴 概括性的来说呢 就是你能吃能喝能拉能睡就可以了 规定非要把癌细胞杀死 因为我们身体每个人体内都是多多少少都有些癌细胞的 你只要不去刺激它 那它即使停留在你身体内部也是无害的 所以说那这是尼海夏老师给出的对于癌症的一个基本观念 帮助大家参考一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可以先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或是私信问我 在闲暇时会给大家一些指导和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